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最后搭上自己的性命 徐云都要亲眼看着两人死在她面前 徐云刚知道杨丽和丁小燕背叛她 还在外面悄悄买了房时 她痛苦地几次想自杀 后来他们逼她离婚 她不同意 他们就到家里羞辱了徐云一顿 徐云再好讲话 也不能让人这样骑到头上欺负 徐云想 与其半死不活地活着 或是想不开自杀间接成全渣男渣女 还不如直接豁出命去 和他们同归于尽 之前徐云老家有个男人出轨 被妻子买了农药下到饭菜里毒死 徐云决定用同样的方法 弄死杨丽和丁小燕 徐云除了是个妻子 还是一个妈妈 她想到杀人后 四岁的女儿从此就没有父母 心都碎完了 但让女儿生活在破碎的家庭里 有一个和别人生活的爸爸 还有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的妈妈 日子又能幸福到哪去 徐云留了封遗书 尽量把女儿的生活都安排妥当 好在这几年徐云和杨丽都忙着挣钱 女儿六个月就送到娘家 一直跟着徐云父母 还有弟弟弟媳生活 当年 弟弟结婚 徐云一把掏二十万私房钱 资助他买房 加上他每月都会给女儿 寄不菲的生活费 娘家人一直对徐云感恩戴德 对他女儿很好 每次回去 徐云都能感觉出来 女儿在娘家很开心 徐云留的存款 足够撑到女儿上大学 加上有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的疼爱 徐云相信 即使没有父母 她的童年应该也不会太悲惨 自从杨丽摊牌后 徐云就没出门过 每天吃外卖 躺床上哭 下了杀人的决心后 她认真地梳洗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 出门买农药 路上 徐云考虑 如何把杨丽和丁小燕都请到家里 毫无防备地吃下她做的毒饭菜 为了保险起见 她还要准备一把锋利的菜刀 万一到时 他们心存戒备 不吃她烧的饭 或者吃得少 不会直接死亡 那她就拿刀送她们一程 买药回来 徐云在路上遇见一个孕妇 她想起 丁小燕肚子也已经微微隆起了 他们急着结婚 如果徐云假意答应离婚 请他们来谈离婚的事 他们应该不会拒绝 下午 徐云编好复稿 就拨出杨丽的电话 怕杨丽挂电话 徐云第一句就说 我答应离婚了 你明天带丁小燕一起来家里吃顿饭 我们当面把财产分配一下 吃饭就不用了 上次我给你的离婚协议里 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直接提 我们商量着改 杨丽 你记得吗 以前逢年过节 我都会准备一大桌饭菜 请丁小燕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突然好怀念那时 我们三个其乐融融相处的情景 徐云无奈地笑了声说 你们应该就是那时候勾搭上的 但是你说的对 是已至此 我应该往前看 没必要再揪着你们的过错不放 我们还是一起吃顿散伙饭吧 有些事当面说比较好 杨丽有些动容 她说 那我和燕燕商量一下 听到她把丁小燕叫得那么亲热 徐云心口相捅了把刀子 但强撑着笑吟吟地说 行 那你回头和她说说 如果确定下来 那明天下午我就准备饭菜 晚上你下了班就带丁小燕过来 挂了电话后 徐云恨得浑身颤抖 隔了许久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没多久 杨丽就发来信息 说丁小燕同意吃饭的事 徐云心里一阵振奋 徐云非常认真地做起这顿饭 她要把菜做得色香味俱全 为了不让他们闻出农药的味道 她特地安排了些重口味的菜式 她花了一整个下午 每样菜都细致地掐洗 烧炖 最后还费心地摆盘 除了两样冷盘和摆在她前面的一道热菜 没摻药 别的都摻上了农药 徐云并不想毒活 她知道 即使她不吃毒饭菜 只要丁小燕和杨丽死了 她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她特地准备了几道没毒的菜 是想等杨丽和丁小燕毒发后 把他们对她的羞辱狠狠地还回去 她要看他们绝望 痛苦 悔恨地死去 最后徐云再英勇赴死 所有饭菜都准备好后 徐云像个战士对待自己心爱的武器一样 心满意足地看了又看 无论如何 她都要打赢这场战 如果失败 引起他们的警觉 那以后很难再有机会对他们下手 距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徐云心里紧张又兴奋 门铃响起时 她如惊弓之鸟 整个人从餐椅上弹起来 手和脚指不住颤抖 徐云深呼吸了口气 准备去开门 但外面的人已经用钥匙开了门 徐云扯着笑脸迎上去 但走到门口的一瞬间 笑容僵住了 门口只有杨丽一个人 丁小燕没来 徐云探头看了看 杨丽身后没人 她家里有点事 离婚的事 我们谈就行了 杨丽刚下班 满脸疲惫 不是说好带丁小燕一起来吗 我准备了三个人的饭菜 徐云心态有些崩 声音忍不住颤抖 你要怕浪费 我多吃点 说着杨丽连手都没洗 屁股已经挨到板凳上 她什么时候能忙好 等她来了一起吃 徐云默默地把杨丽面前的筷子拿走 她弟弟和人打架 受伤住院了 她回老家去看 今天来不了了 杨丽说着拿起旁边的筷子 已经伸到凉菜盘里 徐云没阻止 等杨丽再次提起筷子 徐云一把打掉她的筷子 气急败坏地说 先谈事情再吃饭 杨丽上了一下午班 饿得前胸贴后背 她有些不满地说 不差这一会 先吃过饭再说 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还有脸坐着吃饭吗 徐云突然怒吼 她动手想先桌子 但大理石桌子 比她想象的重得多 即使她使尽全身力气 桌子纹丝未动 但无论如何 她都不能让杨丽 吃下这些饭菜 徐云生气地说 我和你刚来这座城市时 在外面买瓶矿泉水 都不敢大口咽 后来好不容易日子好了些 你爸又出车祸 差点死在病床上 你从小没吗 是我尽心尽力 守在床前伺候了三个多月 你爸才重新站起来 徐云借着愤怒 顺势把菜扫了两盘到地上 随着盘子落地的声响 杨丽生气地说 你神经病吧 她想不通 昨天徐云还好好的 电话里 听着像真的原谅她和丁小燕 没想到 今天到这 什么都没开始谈 她就气得暴跳如雷 谁神经病 你讲清楚 丁小燕到店里打工 我可怜她一个人在一乡 掏心掏肺地把她当姐妹 你们却背着我勾搭到一块 买了房 还有了孩子 徐云又往地上摔一盘菜 杨丽自知理亏 没反驳 她脸色阴沉地站着 如果你们好好和我讲 也许我早答应离婚了 可你和丁小燕做了什么 趁我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上门逼我离婚 我不同意 她就骂我黄脸婆 骂我蠢 骂我活该 诅咒我早点死 你当时站着冷眼旁观 我实在气不过拿相框 扔她 也没砸到她 你就对我动手 我那也是一时冲动 她肚里怀着孩子 我担心你砸着她 那野种砸死最好 徐云愤怒地嘶吼着 顺势把桌上所有的菜 都扫到地上 你 杨丽又对徐云扬起手 徐云没躲 她把脸对到杨丽面前 咬牙切齿地说 你有本事就打 打死我最好 这样你们就能在一起了 但要小心半夜 我变成鬼来找你们 神经病 杨丽骂了句 最终转身出门 门碰一声关上时 徐云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她呜呜地哭了一阵 开始收拾满地残疾 她有些后悔 今天没控制住情绪 对杨丽大吼 估计下次 她和丁小燕不会来赴宴了 她必须得考虑其他计划了 屋子收拾妥当后 她想 实在不行 就开车撞他们 只要油门加得够大 一定能让两人死得惨烈 徐云考虑了几天 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实施 只是可惜 没法把丁小燕 对她的侮辱还回去 徐云在他们住的小区外 盯了两天 默默等待 同时撞死他们的机会 可每次不是等来丁小燕 就是杨丽 从来没一次 见他们一起出门 徐云有些失望 但不怕 她有的是时间 第三天是周末 杨丽没上班 徐云原以为有机会 可守到中午 也没见他们出门 她饿得头晕眼花 决定先去吃饭 付款时 徐云发现好几个未接电话 是她妈打来的 徐云惊了一下 难道她妈知道 她和杨丽闹离婚的事了 徐云回了个电话 电话刚接通 传来徐妈惊慌的声音 徐云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妞妞弄丢了 你快回来找一找 这个事犹如惊雷 把徐云炸得半赏 说不出话来 徐妈急得直哭 我早上明明锁好门 可中午回来 整个屋子找遍了 也没看见人影 我现在马上回去 徐云心里焦灼的气 都有点喘不云 她打算立刻回家 坐到车上时 她突然怀疑这是 也许和杨丽有关 于是给她打了个电话 杨丽失口否认 你想多了 我带走她干嘛 我早说过不要抚养权 但我奉劝你一句 如果找到孩子 以后别交给你 父母带了 我早和你说过 他们不靠谱 只认钱不认 徐云觉得心寒 女儿失踪了 杨丽一点也不担心 还有心情对她冷嘲热讽 她直接把杨丽电话挂了 车开了好长一段路 徐云回味过来她妈的话 她上午出门 中午回来 也就是说 她把妞妞关在屋里一上午 想到这徐云心疼得透不过气 她每月给她妈妈六千 可她拿着徐云的钱 却没好好照顾孩子 把她独自留在屋里的事 不知发生多少次 如果不是这次妞妞不见了 徐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一路上徐云心险紧绷着 幸运的是 一个小时不到 徐妈就打电话来 说上午忘记锁门 妞妞自己跑出去玩 被好心人送到警局 现在已经带回家了 她让徐云不用回去了 徐云心里松了口气 这才想起来责怪徐妈 她问徐妈出门 为什么不把孩子带着 或者送到弟媳那边 反正她就住隔壁 而且没上班全职带孩子 徐妈吱吱吱吱半天才说 妞妞这两天有点感冒 你弟媳那人矫情 怕妞妞感冒传染给她儿子 那也不能把她一个人 关在屋里啊 爸呢 你要没空就让她带 徐云快起疯了 她 她去打麻将去了 徐妈有些没底气地说 徐云简直生生被气出内伤 小时候 徐云家穷 加上父母重男轻女 她受了许多委屈 有女儿后 她拼命挣钱 认为只有钱 才能给女儿好的将来 她早就知道 父母重男轻女 不太情愿带外孙女 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 父母贪财 只要钱给到位 有血缘关系 把孩子教他们 比交给不了解底细的保姆墙 现在想来 父母带孩子也只看那点钱 他们对孩子压根没有爱 每次徐云回去 看到女儿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开心玩着玩具 可能只是父母知道她要回去 刻意做给她看的 徐云觉得自己傻透了 幸好杀人计划没成功 不然就以她父母的人品 她留的那些财产 绝对花不到妞妞身上 徐云赶到家时 女儿正在睡觉 瘦小的身子蜷缩在床上 看着令人心疼 徐云守在床边盯着看了许久 最终下了一个决定 不杀杨丽和丁小燕了 等明天她要回去请个律师 把杨丽花 在丁小燕身上的婚内财产 全都要回来 另外她要和杨丽离婚 即使会成全她们 她也不在乎了 就算留着那样的渣男 将来她和妞妞的日子 也不见得多幸福 这段时间 徐云感觉遭受了全世界的背叛 自己一直在黑暗里穿行 她一心觉得 只有杀了杨丽和丁小燕 才能解恨 但这一刻 盯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小人 她那么弱小 那么无辜 徐云的心忽然就软了下来 她记得当初妞妞刚出生时 将近八斤 小小的 肉肉地蜷缩在她怀里喝奶 那时 她恨不得把心掏给她 可现在 徐云差点因为不值得的人 放弃自己的生命 现在想来 徐云无比愧疚 她深深叹了口气 既然把妞妞带到这个世上来 就得负责 从今往后 她要亲自照顾妞妞 另外 她也要对自己负责 过去受了那么多委屈 吃了那么多苦 没必要再搭上自己的性命 只要活着 就一定还有希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